這個業績只要沒有大招 就沒辦法囂張了 洛倫現在逼近塔下 難道是想要塔殺嗎 唉唷他丟出了一朵花 直接開滑起來 沒想到失誤了失誤了 斬殺也空掉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皇帝 我的影片讓你無可挑剔 那今天呢皇帝有在西門町 要找最強的路人王 那皇帝看到那個 白色鐵門那邊有沒有 有兩個人在那邊 感覺虎視眈眈啊 那我們來問一下 他們有沒有玩傳說 那個一臉就是我在打傳說的臉 OK 同學同學 你們有在玩傳說對決嗎 有 有那我現在在拍一個 街頭路人王的企劃 你有興趣嗎 有 有 你都走哪一路 我走凱撒 凱撒路 對 那你什麼牌位 呃那個星耀 星耀是不是 那你有把握打贏 我等一下幫你找的對手嗎 呃有 有把握是不是 對 那如果輸的人的話 等一下要去站在那個廣場那邊 跳舞哦 站在中間跳舞30秒 你辦得到嗎 辦得到 辦得到 那麼有自信 對 對 那你有什麼 我射叫牛逼勝 喔 OK 那你有什麼話想跟對手說的 就是 伏厚倫比那個海牛還強 然後大家叫我海牛 對 大家都叫你海牛 對對對 我伏厚倫要超越海牛的技術 那海牛算什麼 OKOK 冷靜冷靜冷靜 那我現在去幫你找對手 好好 OKOK OK 那你在這邊等我 這個選手是相當的有自信 那我們去幫他找下一個對手 這個這個 同學 來一下 你有玩傳說對決嗎 有 你有玩傳說對決 那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沙魯 沙魯哦 好聽的名字 為什麼叫沙魯 呃 一個英文的綽號 OKOK 那你玩傳說對決 你什麼牌位 呃 S牌 那你都走哪一路 我都走現在中路居多 現在中路居多 那 我剛剛幫你找了一個對手 他說他信耀而已 你覺得你有自信能夠贏他嗎 有 有吼 那等一下輸的人要在那個廣場跳舞 你辦得到嗎 辦得到 你 他剛剛說那個對手 你的對手啊 他說他有社交牛逼陣 那你有什麼話想跟你的對手說的 你的對手他說 他比海牛還要強 那你怎麼看 呃 他比海牛要強 這個算什麼 我比阿亮還要強 我會把他撞下去 哦 哈哈哈哈哈哈 OK 非常的有自信 好 馬上安排你們兩個做單挑 那我們馬上安排這兩位選手做單挑 Let's go OK 這兩位選手也進來到我們的房間了 那這一次呢 是皇帝第一次舉辦這個 街頭路人網的比賽 如果你喜歡這樣的企劃 一定要按讚留言告訴皇帝 如果這部影片的按讚數啊 破1500 那我們就會有下集 那畫面上可以看到啊 我們的藍方優先是選下的 洛倫這隻角色 那洛倫這隻角色呢 在單挑場不用我多說吧 就是一隻強到歪掉的角色 那這邊紅方呢 選下的竟然是葉姬 OMG 我對葉姬這隻角色啊 不是很了解 但是 他打單挑應該不會多強吧 不過紅方這位玩家 既然會選葉姬 一定有他的原因 那我們就拭目以待 那各位觀眾朋友們 你們在底下留言告訴皇帝我 你們到底覺得是洛倫會贏 還是這個葉姬會贏呢 雙方帶的都是斬殺 好不好 雙方的召喚師技能都是斬殺 那在今天的比賽開始之前呢 皇帝要跟大家講解一下 街頭路人王的單挑規則 街頭路人王的單挑規則如下 勝利條件 拿到手殺 或是拿下手塔 即可獲勝 注意事項 第一點 雙方接走中路 不得打野怪 第二點 遊戲時間五分鐘後 不可回程補血 第三點 沒有任何裝備限制 補充說明 可以打野怪吸血 但是不可以打死 用技巧 引誘對手打死野怪 也算獲勝 那麼我相信各位對規則 應該是相當的清楚了 如果這個企劃辦得非常的成功 以後就是線上報名 大家都可以來參加 其他的我們後面再說 各位我們先回來這個遊戲裡面 那目前皇帝我的位置呢 就是上帝視角 可以兩邊一起看 因為這個企劃剛起步的關係 有很多地方還沒有很完美 請各位多多擔待 皇帝我會慢慢的去改善的 那目前雙方呢 戴的魔紋 大顆的魔紋 都是絕地石鬥 我覺得雙方的想法都非常的不錯 在單挑方面 如果你戴絕地石鬥 在跟對手換血的時候 有機會取得一點點的優勢 這裡特別注意一下 洛倫的裝備 洛倫這邊偷偷帶了一顆凝霜寶珠 這一顆凝霜寶珠 會不會成為決勝負的關鍵呢 那我們拭目以待 哎呦哎呦 在畫面上這個業績換血是非常的強勢喔 我們的洛倫 被這個業績屌換一波 那這邊我們的洛倫先回家補血了 那我們的業績呢 看起來是沒有打算回家補血的 那這邊皇帝我覺得啊 五五地圖裡面的單挑賽 是比起一一地圖的單挑賽 我覺得還要來的公平很多 各位有玩過一一地圖的單挑賽就知道 你只要選特定幾隻角色啦 勝率就會非常的高 比如說夜叉 比如說斯科德 比如說弗洛倫這種角色 但是在五打五地圖裡面單挑的話 這些角色都稱不上強勢 各位知道嗎 我覺得是相對公平的 那目前呢這個街頭路人王的比賽 我是以路人跟路人打為主啊 如果你是路人想報名跟皇帝打的話 基本上我就是會要求你捐款五百到一千 現場捐 但是前提是你要有機會在路上被皇帝我遇到 那回到遊戲這邊 雙方打的是非常的保守 正常來說如果我會玩的洛倫啊 應該可以在這個時期 調花這個業績一波的 但是業績的傷害也不是省油的燈啊 何況雙方帶的都是斬殺 只要血量到一定程度啊 隨便斬都是有機會直接拿下勝利的 我想雙方都非常清楚這一點 所以雙方打的是非常的保守 現在來到了四等 四等之後又是一個全新的世界 雙方有大招 業績的大招啊 可以無限威脅 路人的大招可以免除所有控制 那這兩個最強大招碰撞起來 不知道會有什麼愛的火花呢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其實從畫面中就可以看到 這業績其實是打的比較兇一點的 路人有點...有點卻步吧 不太敢打出去的感覺 不過我相信這兩個路人啊 也是第一次打這種單條賽 那現在時間來到兩分多鐘 都還是可以回程的狀態 所以龜點打也沒有不好 在留言區不只要猜他們雙方 到底是誰輸誰贏 那各位也可以順便給皇帝一點建議啊 皇帝是第一次擔任這種 就是講解類型的主播 如果我哪裡做的...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 不好一定要跟皇帝我說 我會盡量去改善 為了讓我的影片有更好的品質 我需要大家的建議大家請踴躍的發言好不好 那這邊雙方的兵線再次交鋒 這邊洛倫滑了出去 業績一個打下去啊 兩個暴擊 OMG 洛倫的血量直接炸開 直接歸回塔下 剛剛的那兩個暴擊傷害啊 實在是太致命了 那我們的洛倫究竟會不會還手呢 這邊洛倫竟有一個滑不滑出去開大 沒想到空大了 非常的難看 趕快歸回塔下 這個業績肯定在偷笑啊 哈哈這個傻逼怎麼會空大了呢 那這個時候的業績是相對有優勢的 因為業績現在還是有大招的狀態 那我們剛剛採訪這個洛倫呢 他說他的洛倫是比海牛還要搶的啊 我看根本就是天方夜譚了 剛剛那個空大就非常的致命 那這邊的話呢 雙方兵線再次交鋒 這個洛倫想要出來清兵線啊 沒想到業績一二技能炸下去 連續又是兩個暴擊 這個洛倫的血量根本就扛不住業績 這爆炸性的輸出啊 洛倫又要回城了 現在時間來到三分半 其實蠻出皇帝我意料的 我覺得洛倫這個角色 應該是要屌滑業績的 但是就目前的情勢看起來 我覺得這個業績 完全沒有在怕這個洛倫的 而且大招好像都是目前沒有開過的狀態 我是不知道各位是賭誰贏啊 但是皇帝我覺得這個業績的實力 是應該是一定有的 但是也有可能是洛倫今天的手感不好 這種東西 本來就很吃手感跟當下的感覺了 所以這種東西皇帝還是要說一下 並不代表真實力 大家就是娛樂看的開心最重要 在雙方兵線還沒有交錯的時候 兩邊都不敢千舉妄動 但是就目前情況看起來 如果這個洛倫不主動出擊 把業績的大招給逼掉 這個洛倫是完全沒有機會可以打贏著業績的 這邊雙方的兵線再次靠近 各位可以看到畫面上 這個洛倫基本上是歸在塔下 不太敢走出去的 那這個業績相對打兇一點 直接把兵線全部壓進去 這邊洛倫走了出來 難道他要開滑了嗎 並沒有 我想說他會直接順勢往業績身上滑過去 看來這個洛倫還是缺乏一點勇氣啊 那現在雙方可以看一下時間 已經來到4分38秒了 只要再過20幾秒 就不能夠回程 那現在雙方的血量都是滿的 我想雙方的想法都是一樣的 等待兵線出來找一個時機 偷偷騷擾對手啊 消耗對手血量 但是我覺得洛倫這隻角色在沒有兵線的時候 應該是很好單殺對手業績的 他只要先把他的大招給比掉 其實業績其實沒有什麼好怕的 我覺得對於洛倫來說 業績應該算是滿好處理的角色 那這裡洛倫連續兩個滑步接近業績 沒想到業績直接給一技能炸下去 再次暴擊 這個洛倫的頭被砍到頭破血流 看來我們的洛倫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開了大招滑步 直接滑到這個業績上面 業績開啟大招 洛倫開啟零雙 把這個業績成功逼退 我就說了洛倫真的會滑的話 這個業績絕對不是對手 現在雙方都是沒有大招的狀態 但是雙方都還有斬殺 那這邊洛倫丟的話 直接開始滑小兵 想要把兵線給壓進去 現在換業績歸在塔下不敢出來 這個業績只要沒有大招 就沒辦法囂張了 洛倫現在逼進塔下 難道是想要塔殺嗎 唉唷 他丟出了一朵花 直接開滑起來 沒想到哇 失誤了失誤了 斬殺也空掉 業績成功拿下了這個洛倫的人頭 那我們第一屆的街頭路人王單挑賽 是由我們的業績贏下了勝利 我覺得整個是有點出乎皇帝我自己的意料 我相信各位觀眾也是一樣的想法 洛倫怎麼會打輸業績呢 但是我在想 應該是這個洛倫實在是太過緊張了 我們接下來先來採訪一下 這個獲勝者的心得吧 OK那這位同學 你今天贏了有什麼心得感想 謝謝對手願意陪我單挑 他說他比海牛還強 你覺得有嗎 呃沒有到海牛那麼強 沒有到海牛那麼強 因為我有親自撞過他 你撞過海牛是不是 所以你覺得海牛還是比較強一點的 對 OK那今天贏了 你有什麼話想跟隊友說的 呃謝謝他陪我單挑 好謝謝啊 好OK 那等一下看 我們一起去看他跳那個廣場舞 好 好 踩到我的鞋子 6級6級 那你今天輸了 你有什麼心得感想 呃就是最後一波那個失誤 對非常的尷尬 對啊 對你很有自信嘛 那個塔沙滑嘛 對對對 最後沒接到花 OKOK 那你有什麼想話想跟對手說的 呃我覺得他還不錯啊 對會應該有那種 那你覺得他有比阿亮強嗎 他沒有 沒有比阿亮強 對對對 但是你說你比海牛還強耶 呃那個 那只是那只是那只是那是純屬意外 哦意外啊 OKOK 那等一下你要去跳舞 30秒 對對對 OKOK OK啦 有社交牛逼陣了嘛 對對對 OK那各位那等一下我們就去看他跳舞30秒 那如果各位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打開小鈴鐺鈴鈴 那我們走吧 喔 還沒30秒還沒30秒 黃帝我哥的螢幕看都覺得尷尬 如果各位喜歡街頭路人網的話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黃帝 黃帝會去更多的地方好不好 拍街頭路人網給各位看 那如果你希望我到你們高中 希望我到你們國中 甚至是大學去的話 也都可以留言跟黃帝我說 ok那今天的影片就在這邊告一段 如果各位喜歡的話 一定要訂閱我打開小鈴鐺 點鈴按讚留言好不好 謝謝大家我是黃帝 我的影片讓你無可挑剔 那我們下一部面見啦 掰掰